為粵文化發聲 我們要駭駭聲 駭駭聲,上課了 為粵文化發聲 我們要駭駭聲 黃飛鴻大家相當熟悉 一代武林宗師 其實他除了武功了得之外 更加開創了女子武師的仙堂 說到武師的話 鼓肯定就不少了 在古典聲當中 那獅子可以說真是動作飄逸 講求的是人師鼓合一 相互配合默契 我們今晚專門找來了 黃飛鴻派 龍師傅傳承人陳老師 帶你感受當中的魅力 黃飛鴻派是藍師的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派別 黃飛鴻派的繩師 繩師動作是威猛的 即是說剛勁有力 是以藍派的權為基礎 他最大的特點是繩師和羅鼓密切配合 鼓手是整個師隊的靈魂 這一派的鼓就是單師 就是鼓手看獅子 群師就是群師聽鼓手 在古典上我們是 強迷與眾不同的特色 蜜鼓緊羅急叉 蜜鼓是… 打鼓是很密的 就是那些鼓打… 只要我們打這個羅鼓叉 真的從很遠都能分辨出來 這個才是黃飛鴻派的鼓叉 古有梁洪玉激鼓退金兵 金有女鼓手激鼓陷領南 以前女人的地位比較低 但黃飛鴻是首開女子 武師和打鼓的先行 我師父,嶺南女鼓王,黃玉珍 打鼓也是出神入化 他是第三代 黃飛鴻派有一個很明顯的分辨 就是男的打鼓一定是 集四平馬,即四平大馬 我精氣神,目視前方 眼睛著那個獅子 他一舉一動,他的手就指揮他 就是人鼓獅狹一 女的打鼓就集四平馬 看我們玩鼓,為何我們的步驟 全部叉開來 女的打鼓才有陣勢 因為打鼓事實上提高 整個人的精氣神 因為我本身是玩武術出身 當你打鼓上來 都不記得自己姓甚麼 我們也是這樣,我師父也是這樣 我能夠最做到事的時候 又有這樣的心得的時候 我又積累了這麼多年 我能夠有一群人在這裡學習 特別是對小孩一生培養他 這樣就不用洗,請私這個傳統文化失傳 我覺得是最大的我們安慰 所以有這個動力 所以我們玩得上來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年齡 為越文化發聲,我們要嗝嗝 我是廣州王飛鴻派 省師羅古傳承人,陳鴻舞 為越文化發聲,我們要嗝嗝 我是王飛鴻派第四代,省師傳承人 鄧錦昭 龍師鴻可以說是武龍武師的一個靈魂 因為靠古典來帶動節奏 現在陳老師夫婦 將龍師鴻的文化帶到校園當中 培養了很多學生,獲獎無數 他們這份精神就正如龍師鴻一樣 響亮而強壯